中医中有个说法叫做药师同源,药师同源不难理解,既是美味的食材,也是功效强大的药材,最为典型的就是山药了,可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并不是山药,但是也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种食材,猪皮。 通常认为,猪身上的东西都是高胆固醇,高血脂,很多人在做猪肉的时候,往往会把猪皮切下来丢掉,其实这样,可是丢弃了一味能够降三高,还带有肉味的良药。 美国知名珍酒诊所资讯老中医,广西中医学院科座教授杜华同志,在一次健康科普活动上就明确说道,在很多食谱里,猪皮糖就是一道菜,其实,如果讲究做法,用量,猪皮糖就能起到辅助三高的食疗作用。 杜华教授,用猪皮降血压,降血糖,降血脂,原理是什么? 因为这种关键物质,蛋原蛋白,欧美的科学家研究发现,在猪皮里,还有一种蛋原蛋白也叫弹性蛋白,弹性纤维主要存在于韧带和脉管壁,它能够提升血管弹性,张力,起到稀释血液,糖尿病,关心病,高血压的效果。 经常吃猪皮,难道不会生血脂吗?不但不会生,还会降,猪皮作为猪身上的东西,难道不会让血脂增高吗? 首先,猪皮不等于肥肉,猪皮是由虽然同是猪身上的部分,皮里蛋白质含量是猪肉的,2.5倍。 碳水晃合物的含量比猪肉高,4倍多,而脂肪含量只有猪肉的,2分之一。 如果把猪皮内部所附着的脂肪层刮掉,其脂肪的含量还会下降。 另外,因为猪皮中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,能减慢肌体细胞老化,尤其多因时内热,出现咽喉疼痛,低热等症的患者使用更佳。 经过临床试验后发现,猪皮糖最滋液,可以起到软化血管,即是血液的作用。 除此之外,猪皮的这些功效,也不能忽视,一,活血补血,猪肉皮为肝性凉,有或血止血,薄异精血,滋润肌肤,光泽头发。 二,补充维生素,猪肉皮是维生素B12的几好来源,人体如果缺乏维生素B12,就会出现精神和心理上的缺陷,如反应迟钝,表情呆滞,记忆力下降等。 三,美容,猪肉皮中的胶原蛋白对皮肤有特殊的营养作用。 猪肉皮能促进皮肤细胞吸收和猪存水分,防止皮肤干比起皱,使其丰富饱满平整光滑。 四,提高免疫力,猪肉皮的蛋白质,脂肪,碳水化和物含量之十分丰富,猪肉皮可补充营养,提高集体免疫力。 五,抗衰老,经常使用猪肉皮或猪皮有延缓衰老的作用。 六,强劲壮骨,还有,猪皮富含胶原蛋白,胶原蛋白是构成人体精鱼骨不可缺少的营养素,而且还促进毛发,指甲生长,要想绣发飘逸,猪皮真的被轻易丢弃。 猪皮糖,几柴美味,还降三高。 猪皮糖,原料,猪皮500克只需要纯猪皮,把附在猪皮上的脂肪,猪油都割下来,越干净越好,这大概是三天的量。 做法,每500克猪皮油,量生水煮汤,要用猛火把水煮开,接着转最小火,熬够12个小时,把熬好的猪皮汤放入冰箱的冷藏室。 再放入一段时间后,就会发现上面有一层白色的油。 这是脂肪,一定要去掉,剩下的才是精华,剩下的猪皮汤。 吃法多种多样,可以当做汤来喝,也可以煮面,煮菜,煮粥,熬汤。 但是,要注意的是,煮的时候不要再放水了。 注意,一定要熬够时间,因为研究发现,猪皮汤熬12个小时,继续出的精华是最多的,可以晚上八十开始熬。 早上就熬好了,经过验证,即便熬,12小时,水也不会熬干。 新版猪皮冻,好吃好做,家家必备,熬过猪皮冻的人都知道,猪皮冻很不容易做,货后不到董布成型,外面买的又会担心加了焦,不放心。 今天,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种新的做法,特别的简单,家里有豆浆鸡,或者粉碎鸡的都能做。 做法,鱼肉皮一张,切块,开水煤煮,煮久了肉皮上的脂肪不好收拾,煮好后将残鱼脂肪刮掉,一定要刮干净,越干净越好。 两把煮好,刮干净的猪皮切丝,也可以用解刀,不必特别在意大小,因为这只是预处力。 三,按100克分装,冷冻备用,为了视线吃现做,想吃的时候拿一袋。 四,豆浆鸡滴水位,想吃特Q的,就滴水位以下,就是水不要放太多,选择你胡当。 五,容器内铺上把鲜膜,便于到处不沾容器,然后按下按钮,等待打磨和煮备。 六,把煮好的猪皮汤放在大小合适的容器中,放在冰箱里冷藏过夜。 等待成型,把成型的猪皮汤口在切熟湿的枕板上,切块就可以了,一般半分正好是一盘。 健康升级款,胡萝卜猪皮豆,就是在豆浆机中煮猪皮的时候,放了一些胡萝卜在里面。 紫甘蓝猪皮豆,就是在豆浆机中煮猪皮的时候,放了一些紫甘蓝在里面。 肉皮打碎后,皮豆更容易消化吸收,也是和孩子和老人吃,而且很容易成功。 注意,最好用豆浆机,因为豆浆机会把肉皮和水重新加热煮熟,然后还能把豆皮打碎。 如果是榨汁机或者粉碎机,需要打碎之后到处理用锅充分煮一下,才可以放凉,冷藏,成型。 猪皮不仅是美味的食材,也是功效强大的药材,让你花钱不多,就有益于健康,还能扰颜美吧。 告诉家里人,用这个方法来做吧,好吃,方便,加了蔬菜的更健康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